鬼門要開了 沒錯 今天晚上11點就正式迎來了農曆的七月初 也就是俗稱的鬼門開 但是在鬼門開的時候不少人都會提心吊膽 做事情就會想要小心翼翼的 但是其實有四個生肖在鬼門開的時候是非常的旺 是誰呢 對 大家現在看到的都是一目了然 就是馬 牛 龍 雞 那我來跟大家細講一下好了 像是屬馬的人 你在鬼月的時候你在工作這方面的靈感會特別的旺 哇 工作運很好 沒錯 你在工作上面可能會有一些ID 也會突然的靈光一閃出現 這個時候你就要趕快記下來 或是分享給你的同事 朋友們知道 那接下來看到的是屬牛的朋友們 屬牛的朋友呢 你可能會有很多的投資機會 這也很不錯 對 所以你可能在把握一下在鬼門開之間 可以有一些投資做一些 但是投資有賺有賠 大家還是要謹慎小心一點點了 那接下來看到的是屬龍 其實屬龍的人很多人都說 都是偏比較省錢一點的人 真的喔 對 那他們算是省錢打人 在鬼月的財運會有意外的驚喜 但是是什麼意外的驚喜呢 這邊我也不了解 對 那這個就是等我們有沒有屬龍的朋友們 發生之後可以留言來跟我們說 沒錯 那接下來看到的是屬雞的朋友們 屬雞的朋友們 平常其實偏財運是非常旺盛的 所以在有機會的時候 在鬼月開的時候呢 不妨去買一些呱呱樂或是樂透彩之類 今天財運會蠻好的 沒錯 你可能會有一些大方橫財的機率喔 好 那其實除了這個很旺的星座之外呢 當然啦 鬼門開也是有些人要特別注意的 要有四個生肖要特別注意 有可能會被抓交替 就是這個屬兔 屬雞 屬虎 還有屬猴的 那今天呢 你最好在晚上11點前就回家 避開這個好兄弟震望的一個時辰 才可以避免來抓交替了 那其實剛剛其實我們有提到嘛 每次這個鬼月到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 心中好像有點怕怕的感覺 而且我們剛剛看我有上榜 你有上榜嗎 我有上榜 我現在非常的插來膽就對了 非常的害怕是不是 那其實啊 這個命理是他有提到說 其實鬼月期間 如果你本身就是有比較害怕的話 你也可以避免出一些事情 像是說你不要在夜裡吹口哨 或是不要掛風鈴等等的 這樣呢 可能就比較不會招來這些好兄弟 就是一些禁忌啦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呢 你是覺得 像雅裔覺得說 有點怕怕的話 那你也可以隨身攜帶這個護身符的部分 這樣子呢 你會覺得說 欸 比較心安的感覺 不過也要提醒大家 這都是一些民俗的說法啦 所以呢 不要就是想說 啊 這麼說是不是會發生 沒有 沒有一定會這樣子 對 這只是給大家一個參考 看看也可以 看看就好了 也沒有說一定要完全相信 是 好 接著呢 帶大家來關心到的社會焦點呢 是台88縣去年3月的時候 發生疫情恐怖的意外 有一名女教師呢 她開車刑經事故路段時 被對象飛來的4.9公斤鋼板給砸中 當場死亡 而女教師的媽媽呢 到現在還無法接受女兒過世的消息 常常看到女兒照片問說 怎麼還不回家吃飯 令人相當筆酸 女老師開車行駛在台88縣 快速動路 但畫面左側的對象車道 突然飛來一塊鋼板 砸得她當場死亡 肇事駕駛被法院依過失致死罪 探出有期出行6個月 恐怖的事件發生在去年3月17日 62歲李姓女老師要到高雄中山高中上課 凌晨6點46分行經屏東萬丹路段時 遇到飛來橫貨 這片鋼板重達4.9公斤 把她的擋風玻璃砸出一個大洞 也奪走了她的生命 人檢查出原來是一輛連結車的零件脫落 又遭另一台連結車擰過才會噴飛 老師的媽媽至今仍難以接受噩耗 經常看著老師的照片問 怎麼還不回來吃飯 屏東地院考量肇事駕駛 和老師的媽媽調解成立 最後一過失致死罪 將她判刑6月得醫科罰金18萬元 全案仍可上訴 想問一下VZA 如果你就是感情失戀的時候 失戀的時候你會做什麼事情呢 讓自己放鬆 或者是就是你心情非常難過 你不知道該怎麼排解的時候 嗯...可能會想要購物吧 好好購物 想要購物一下 透過其他的方式來轉換一下心情 但是呢這個小男生呢 他竟然呢是想要離家出走 蛤為什麼 對 就是新北市有一名理性男子 他因為苦追一個女生沒有結果 他感到心情非常非常的沮喪 於是呢他就在8日晚間呢 離家出走 到了生意呢都還沒有回家 那他的媽媽就非常的擔心 但是又聯絡不上兒子 於是呢就到了派出所來求助 還好呢警方在3個小時之後呢 就找到了這一名男子 沒想到這個李男呢 為了追愛他竟然走了13公里 走到連鞋子都掉了 新北市板橋區一名理性男子 因感情失利心情低落 李男母親遲遲聯繫不上兒子 於是到派出所報案 索性狹需警方互報後 及時尋獲該名男子 阻止一場可能發生的意外 據了解李姓男子苦追一名女子未果 心情十分沮喪 於8日晚間離家後至深夜 仍未返家 母親十分擔憂 卻遲遲聯繫不上兒子 於是到新海派出所 尋求警方協助 願今考量李男因情緒憂鬱 且當時已盡深夜 卻遙無音訊 立即協助緊急協巡 接著呢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大陸的千萬網紅張大義 他在2020年的時候 曾經被指說和淘寶總裁偷情 而且遭到政公公開點名開罵 因此被稱為是最有名的小三 而張大義他上個月才公開說 他和男友已經登記結婚了 昨天加碼透露 其實他已經懷孕四個月 張大義在個人抖音頻道發布新片 透露自己已經懷孕四個月 由於是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狀況下發生 加上沒有過三個月保密的傳統 所以忍到第四個月才說 而今年35歲的他算是高齡孕婦 他透露現在戰力說話都很容易喘 除了生理上的變化 心理上也很焦慮 擔心自己當不了一個好媽媽 張大義也表示 其實結婚已經有六個月了 知道過去網路上有很多關於他懷孕過的揣測 他澄清這真的是我這輩子第一次懷孕 他宣布懷孕儀式也衝上微博的熱搜榜 留言區也湧入許多質疑的聲音 並說他是史上最囂張的小三 不過也有粉絲送上祝福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天后李文 上個月親生逝世享年48歲 有知名人士就爆料說李文生前 曾經被老公Bruce抱怨說男伺候 只是因為他想要更換卡拉OK的系統 那之後Bruce更被爆出說有偷吃小三 長達三年 導致Bruce淪為外界的標靶 對此Bruce是拿出證據出來反擊 Bruce強調和李文的婚姻以及財產屬於個人隱私 任何人都不可洩漏 並且提出三張收據自證清白 Bruce被爆偷吃小三三年 無端被冠上渣男罪名 身邊的朋友說所謂的小三報導是虛假的 而且對無辜的人造成了很大影響 更強調Bruce已經超過五年沒有去過上海 跟這個相關的報導都是虛構的 另外Bruce更透過友人提供三張收據照片 包括替李文更換音響的購買單據 以及Bruce訂購致意花欄的收據 接著給大家看香香的新聞 哇 蘇西一看到這個泳裝照眼睛為之一亮 沒錯 他就是南韓啦啦隊女神李多慧 他在今年加入了樂天桃園啦啦隊之後 他的一舉一張都備受關注 沒錯 他前幾天就在IG上面上傳了 他去這個紀州島遊玩的照片 其中第一張就直接讓人家眼睛大吃冰淇淋 就是他發出他的白色泳裝照 你看他穿著比基尼 然後他的身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超級吸睛的 對 而且他的頭髮有點濕濕的那種感覺 那粉絲們就紛紛留言說 哇也太漂亮了吧 而且還有人說他的身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讓人非常的羨慕 對 那接著轉換焦點要帶大家看到另外一位 也是備受關注的一個YouTuber 他就是錫蘭 他是比利時跟中國混血的 那他其實在就是來台灣 已經差不多半年左右 他有來台定居 那他經常也分享呢 對台灣的一些看法 他在YouTube的頻道呢 粉絲數也有達到117萬 也是非常的多的 不過他最近就發了一個影片 他就說其實他在台灣待得有點不快樂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他在台灣已經漸漸失去了自由 那他在過去在台灣也不是特別的開心 因此他決定準備搬到日本居住 錫蘭表示想要離開台灣有很多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很難有出門自由 因為他在外面常會被人家認出來 如果只是請求合照倒是還好 但是有的時候他會發現 自己被別人偷拍然後PO上網 導致他漸漸對社交感到恐懼 這半年以來 離開台灣 但他也表示自己還是會常常回來 因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這邊